Hello,大家好,我是猛果,今天是我们在巴塞罗那的第三天,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吃早饭,我点的是一个croissant,这个叫什么,牛角面包吗,然后一杯orange juice,还有是拿铁跟一个那个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了。 好多卖火腿的呀。 这是一种蟹吧,你看它剪,这是钱的吗,你剪定吗,我觉得这是整个它。 这不是吧,你看它这个,你看它这个尸首,你看它这还有断开的一个截面。 这可能是长了很多这样的脚,它剪剪剪,剪下来,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可怕。 这怎么吃啊,如果是螃蟹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这个东西是蟹尖是吧,之前剪尖,你就啃。 这不是螃蟹吗,这不是螃蟹吗,就是面粉。 蟹肉饼之类的吧。 传说中的螃蟹。 感觉跟竞标一样。 甜吗? 一天死了,我嘴里有螃蟹。 让我来看看这个洋葱圈是不是洋葱。 你猜什么? 面粉吧。 洋葱圈也不是洋葱。 鱿鱼吗? 面粉。 就是洋葱味的面粉。 人太多了。 吃吧。 好甜的草莓哦。 超级甜。 我这个就,平平无息。 就跟,那个护布巷里卖的那种, 炸的那种油炸食。 还没味儿。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 还接电话。 刚刚吃的那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 大家不要再上那个视频, 不要再那种汤汇上面买油炸食品了。 全面粉。 根本就没有螃蟹跟洋葱。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贵尔宫。 是一个叫贵尔的土豪。 它叫高迪给它便建的一个家。 就跟昨天那种什么什么芝家一样。 反正也是高迪,又是高迪。 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去贵尔宫了。 我们下期贵尔宫。 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然后我们再去那个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的路上 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走上了一座山 我们现在在爬山 可以看到后面 我感觉我们现在走的地方比较偏 然后还没有吃午饭 然后我们准备午饭就在博物馆内解决了 实际是十两分 这边好多那种摩托车的 摩托车就叫什么比赛嘛 标车 车队摩托车队 但是这一块真的还挺漂亮的 看 哇这个好看 就是放眼望去全是绿的 但是我们也没无心欣赏这些美丽的景色 因为我们好饿 昨天我们行程排的特别满嘛 所以昨天就特别累 然后今天又要走来走去 减肥 全当减肥了 我要减肥 全当替他减肥了 我还被说脸大呢 还不减 是吧 喂 喂 喂 我的天 值了值了值了 今天一上午值了 不值了 看到了吗朋友们 这就是因祸得福啊 天不够蓝可惜 对但是今天天有点阴阴的 还是很美的 巴塞罗那真的很美 今天如果天气再稍微好一点点 就更好了 嗯 给你们看 路边的小花 故事的小黄花 我们现在准备去博物馆了 如果能找到大门的话 哎 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就是典型的博物馆的大门 这跟那个叫什么大英博物馆的大门 长得一曲同工之妙 大英博物馆还记得吧 我带你们逛过的 没有看过的 赶紧去看那个视频 链接放在下面 链接放在 我才懒得把链接放在下面 自己去找 我才开始吃了 我们点了一个蛋糕跟一个蛋糕 有艺术家在演奏音乐 有人在这拍火车照啊 这里是大胸 还不错味道 我觉得 我现在在博物馆里面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博物馆里没什么人 有点阴森 你们看它都是那种圆顶 这种拱形的圆顶 然后上面有很多的壁画 我也不懂 就随便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逛完 逛完那个艺术博物馆出来了 然后太阳出来了 之前一直是多云的 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 看一下蓝天 赶紧补一张照片 补一张补一张 今天去巴塞罗那最后一个景点 我们现在去贵尔公园 我们那个票订的是晚上六 下午六点的 但是不用担心 下午六点依然是艳阳高涨